戴着粉红色口罩 戴一双蓝色眼睛 和时尚小洋装打扮 依旧可见是个美少女 拿下口罩后 精致五官 让人惊艳 她就是巨星阿汤个爱女 已经14岁的舒丽科鲁斯 全身粉红色系 小名模架式和好友在纽约逛街 被巨星爸爸汤姆科鲁斯抱在怀里 眉光灯闪不停 只是跟爸妈吃个饭 穿着网如小公主 小小年纪的舒丽 穿进名牌服饰 号称拥有千万衣柜 还有130双鞋 三岁穿上高跟鞋 就掀起一股小小高跟鞋风潮 更别说舒丽四个月大 和父母登上浮华世界封面 无论狗仔怎么乱拍 舒丽遗传父母养好基因 每张照片依旧第一眼 就是个精致可爱的洋娃娃 被选为最有影响力儿童 但舒丽六岁那一年 父母协议离婚 从当年新闻片段可见 阿汤哥要见到女儿舒丽 相当不容易 这也成了阿汤哥最后一次 和女儿一起公开现身 因为让好莱坞大巨星 汤姆科鲁斯恐怕很难堪的事 舒丽的妈凯蒂 和姆斯决定和他离婚 主因在阿汤哥太宗教狂热 凯蒂离婚后不希望女儿舒丽 被阿汤哥带去山达基教会成长 而阿汤哥自己也因为山达基教义 好几年来与女儿舒丽保持距离 她没有看到她父母 带地和穆斯当起单亲妈妈养育 舒丽长大母女亮 常常一起献身 随着舒丽成长母女亮 就像同一个母子映出来的姐妹花 因此阿汤哥几乎不谈女儿 只有妈妈会谈到舒丽 妈妈口中的小天使 14岁珠丽 更加平平育力 从小到大名列 最美心二代 举手投足间散发欣慰 依旧是各界焦点 东西母航系细菱可以报道